身体的清洁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 也是最隐私的部分 当生病的时候 因为没有办法维持身体的清洁 这也是一个很无奈的 假设照顾的人能够很主动的 很细心 很贴心的来完成他这些清洁的工作 那是很需要的 经由这样一个亲密的互动 病人也比较容易对照顾的人产生信任感 而且他也会感觉到是被关爱的 没有被遗弃的感觉 假设帮他清洁照顾的技巧能够熟练的话 那更是会有帮助的 对于有些自己可以将口水吐出 但上肢活动不方便的病人 我们可以让病人坐着 或躺着摇高床头 来替他做口浆清洁的动作 准备用物有 毛巾 牙刷 牙膏 漱膏 漱口杯 柠檬水 茶水 海绵结牙棒 漱口水 小脸盆 月姑 早安 昨天睡得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来做口腔清洁咯 首先我们先拿干毛巾 铺在病人的胸前 围好毛巾之后 我们就拿漱口杯装一些温水 先让病人漱一口 接着我们就拿牙刷 沾一些牙膏 接着我们就开始帮病人 刷牙 月姑我们来刷牙咯 正确的刷牙顺序 应该先由左边的上牙床外侧 一直刷到右边的上牙床 再由右边下牙床的外侧 刷到左边下牙床 而内侧的部分就直接由左侧的下牙床 往右侧刷 刷完右侧的下牙床之后 再换到上牙床的内侧 由右侧刷到左侧 接着就刷左边上面及下面的咬合面 以及右边上面跟下面的咬合面 不要忘记了 门牙的部分要从牙引往外侧 一颗一颗的慢慢刷 接着我们就先漱口 接着我们就把嘴巴擦干 这样子口腔清洁就完成了 如果有口臭的病人 也要记得可以使用绿茶 漱口水或柠檬水来消除口臭 很多病人在生病之后 自己没有能力刷牙 周围的人又不知该怎么帮助他 而导致细菌的滋生引发肺炎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注意的 在我在示范清洁口浆清洁之前 我们先来看准备用物 用物准备有 灌石空蒸 吸口水棒 牙刷牙膏 口腔棉棒 海绵结牙棒 包妥纱布的鸭舌板 温开水 漱口水 漱口碑 小脸盆 及护唇膏 接下来为大家示范的是 口腔卫生的清洁 对于无法将漱口水吐出的病人 首先协助病人坐膏 接着拿牙刷沾漱漱口水清洁病人口腔的内外左边右边还有上额 舌头 舌头 牙齿及牙齿以及病人的咬合面 接着拿海绵结牙棒沾清洁的水 照刚才重复的动作清洁牙齿 将病人口腔的上面还有下面 以及里面和外面还有牙齿的部分清洁干净 提醒您海绵结牙棒的海绵容易脱落 使用时请小心 当我们帮无法将漱口水吐出的病人做完口腔清洁之后 接下来要示范的就是特殊口腔清洁 假如是特殊口腔清洁的话 则需再加上20cc的空蒸及软蒸一支 接下来就为大家示范特殊口腔清洁 当我们将病人床头摇高之后 接着我们就拿肝毛巾铺在病人的胸前 接着我们就拿吸口水磅以及20cc空蒸 然后装上软蒸 接着 将水轻轻地注入在前尺、前尺以及旧尺的尺缝间 将尺缝清干净 做完口腔清洁之后 接着我们就帮病人擦上一点护唇膏 这样口腔清洁就完成咯 这样口腔清洁就完成咯 对于卧床的病人来说 当他们不能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 可以借由床上冲枣或擦枣来达到身体的清洁 不过要注意的是室内的温度要维持温暖 照顾者的手部也要维持温暖 当天气冷或冬天的时候 可以使用电暖器来维持温度 用物准备有毛巾两条、大毛巾一条、肥皂、脸盆、洁生用消毒液、婴儿油或乳液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床上擦枣 先将病人的衣服脱下来 并用大毛巾把身体包裹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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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先准备洗澡水并用手肘测试水温 水温以不烫伤病人为原则 林先生 我们现在要开始帮你擦澡了 接下来我们先从脸部开始做清洁 先用毛巾的一角来擦拭一边的眼睛 以及耳朵 特别注意的是当脸部的口鼻分泌物多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脸部的清洁 再将脸颊以及鼻梁其他地方掐湿干净 脸洗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来洗手了 更换一条毛巾 手的部分就从手掌开始 记得指缝尖也要清干净 然后依序往上 我还把水温冬装放进去 最后还把水温冰在里边 都给出了麻烦 我希望可以给你洗手了 所以你会用水温冰鲜的颗袋 我可以用水温冰鲜的颗袋 在水温冰鲜上 然后我们来洗手了 手臂擦拭完之後可以讓病人泡泡手 接下來就是清潔液窩的部分 靈先生接下來要幫你清潔胸部跟腹部囉 這樣力道還可以嗎 好的 好的 黎先生,我现在要帮你洗一下腹部跟脚了 我会稍微帮你拉下来一点 我们现在开始擦脚咯 记得脚的部分要从远心端擦到近心端 黎先生,这样力道会不会太大或太小 不会,好 最后再清洁脚趾头跟脚掌的部分 记得指缝间也要清洁干净 也可以让病人泡抱脚,增加血液循环 现在擦拭另外一只脚 一样是从远心端擦到近心端 也就是从小腿一直擦到大腿 黎先生,这个力道还可以吗? 水会不会太冷 不会,好 接着就是脚掌的部分 黎先生,我们现在要擦背咯 首先要先将病人翻到另外一侧 要小心不要压到另外一只手 所以要先把手稍微移出来一些 拖住病人的肩膀 宽部 把病人翻过去 记得不要让病人跌落,小心安全 再将准备好的毛巾铺在底下 以及枕头 垫住病人的屁股 记得要小心不要让病人跌落 接下来我们就从颈部 肩部 一直往下擦拭到臀部 擦完这一侧的背之后 再翻向另一侧擦拭 对于有引流管流制的病人 在擦澡前需注意引流管的固定 对于有气切管的病人 要先给予抽痰及清除口鼻分泌物 擦拭完背部之后 接着就使用大毛巾 把背部擦干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擦澡的病人 也可以泡泡手脚 促进手脚的血液循环 擦完澡之后 可以试皮肤的状况 擦上一些婴儿油或是乳液滋润皮肤 这样就完成了擦澡的动作咯 当长期握床的病人 无法到浴室去洗澡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防水布 来床上做一个简单的 床上冲澡的装置 帮病人做冲澡的动作 沈小姐 我们现在开始帮你做床上冲澡咯 首先先把床栏放下来 把枕头拿掉 接着先把床包拉下来 把病人翻向另外一侧 然后取防水布 先将防水布放在适当的位置 接着打开防水布 将防水布移到另外一侧 将病人翻向另外一边 然后再把对象的床栏也放下来 接着把床包松开 然后利用床包 把病人翻向另外一侧 记得要小心病人的安全 接着把防水布铺平 我们就可以让病人平稳地躺在床上了 接着我们就用防水布做成一个水槽的形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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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三邊固定好之後 記得要留下一處溝槽 可以讓水排向水桶 床上沐浴的時候要記得 如果有灶樓口的部分 一定要將灶樓口保護好 這樣子床上沐浴就完成囉 月姑 我們現在開始做手部清潔囉 首先先將防水墊鋪在底下 接著準備一盆溫水 把病人的手放進溫水裡 輕輕地以指腹搓洗 不要忘了指縫間也要清洗乾淨 這時候我們可以把病人的手放在水裡浸泡 10到15分鐘 這樣子可以以利病人的血液循環 接著我們用毛巾把手擦乾 月姑 這樣舒服嗎 擦乾手之後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幫病人把指甲剪好 指甲的部分 手指甲要修成圓弧狀 接下來我們可以幫手的部分上一些乳液 這時候順便可以幫手部做一些按摩 按摩 記得 乳液不要殘留在指縫間 月姑 這樣有舒服喔 這樣子手部清潔就完成了 月姑姑 接下來我們要做腳步清潔囉 接下來我們一樣先鋪上防水墊 先把襪子脫下來 接著我們準備一盆溫水 接著我們準備一盆溫水 然後我們把病人的腳泡在溫水裡面 我們先清洗病人的腳背 腳踝 腳掌 以及腳指縫 接著我們可以順便做一些腳步的按摩 有腳背的地方 慢慢的往腳踝的地方上推 按摩完之後 我們可以讓腳步泡在水裡10到15分鐘 以力血液循環 接著我們就把腳擦乾 一樣要記得指縫 把腳擦乾之後 這時候指甲比較柔軟 我們可以趁著這個時候 把腳指甲修剪一下 記得 腳指甲的修剪方式是要剪成平的 接著我們可以擦上一點乳液 接著我們可以擦上一點乳液 擦乳液的時候記得指縫間也要順便擦到 不要讓乳液沉積在指甲溝裡 接下來我們就換上一雙新的襪子 穿上襪子之後 腳部的清潔就完成了 要記得手腳的清潔 一定要兩邊同時做喔 大多數的人覺得 幫臥床的病人洗頭是一件困難的事 不過經驗告訴我們 只要把用物準備齊全加上技巧 洗頭就變得很簡單囉 準備用物有 準備用物有 防水部或看護墊一條 大毛巾一條 小毛巾二到三條 吹風機 勺子或水杯一個 洗髮精 梳子 耳塞 洗髮槽 水桶兩個 一個裝溫熱清水 另一個裝髒水 月姑 我們現在要來開始洗頭囉 首先 先把枕頭拿掉 接著 我們在頭部底下 擺上一條防水墊 然後將洗髮槽 擺到頭下面 記得要注意病人的舒適度 接著 我們在脖子底下 墊一條毛巾 月姑 這樣子好嗎 哪邊不舒服 月姑 頭 這樣子可以喔 好 月姑 我現在幫你把耳塞塞上囉 好 接著 我們以手肘測試水溫 取一些溫水 幫病人潤濕頭髮 月姑 這樣水溫還可以嗎 月姑 這樣水溫還可以嗎 好 好 倒一些洗髮精 在手上稍微搓揉一下 用指腹 幫病人做頭部的按摩 動作要稍微輕柔一些 隨時要詢問病人這樣子的力道可以嗎 月姑 這樣子的力道可以嗎 好 洗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溫水 把洗髮精沖乾淨 月姑這樣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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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就拿一條乾毛巾 來把頭擦乾 接下來我們把洗髮槽拿下來 往旁邊的髒水炒放 然後我們把耳塞拿掉 接著我們把頭髮擦乾 吹乾 這樣子就完成了洗頭的動作囉 好 日姑 那現在我們來吹頭髮囉 接著我們幫病人把頭髮梳整齊 然後我們把頭髮洗碗 然後我們把頭髮交出來 日姑 這樣子舒服嗎 好 日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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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